2011年3月 年仅20岁的曾同学 发生严重车祸 大量出血 休克命违 输的血液有成 等于一万五千cc 相当一个健康的人 全部换血三天的量 车祸重创 主动卖剥离 翁先生游走 生死边缘 要比喻全更珍惜这个身体 来感谢这个医师 抢救生命 台中慈激医院走过十年 回首当年是上人的一面悲心 开启渐怨之路 有一次我背着上人 去看我们一个委员的孩子 经过急诊室 急诊室和急诊室人 在寒冷冬天每个急 有的等不到病床就往生了 上人不仅众生受苦难 心情非常的沉重 他跟我说 主要好一年 你去找土地 我们要盖医院 光是买地 前后用了五六年 才完整收购六十八甲地 多达三百多位地主 土地的取得 医院的森林设立 还有园区有 技术师傅大陆 还有一条水果要改到 非常的困难 一份坚持 化不可能为成功 中区慈濟人始终是最好的后盾 很高兴大家 大家继续平安顺心 咱们六年 我都吃饱 香港没有钱了 要买阿嬷头肚子 没费在买房子买的而已 上人苏家母亲王沈月桂 还在事实 顾不得身体为恙 黑板树下卖爱心水泥 母建院基金 明明就在住宵 他只听到说 阿嬷 等着有个人要来 你怎么来 他在住宵和舰拨拨 阿嬷就说 这样不好跟他说我没吃饭 我就先来没看就好了 没看比吃饭要紧的 甚至于跌倒手段了 他还都出来说 我们既感动又不舍 那一份爱慈濟的那一份坚定的毅力 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后镜的榜样 于是每到假日 慈激人分组动员 像一辆辆满载会众的游览车 导览解说 参访会众 人人都能拿到爱心竹筒 一个竹筒就是一个善心 大家我们善的力量 集合来就有很大的力量 汇聚众人之爱 2002年台中慈激医院顺利动土 当时住在台中的应顺导师 也在政言上人陪同下出席 动土 低产 拥抱苍生 建构世纪新地标 2007年1月 台中慈激医院正式起业 现在恭请上人为守护生命的磐石 奠基 2011年8月 第一院区启用 直到今日十年了 台中慈激医院持续守护相亲 希望人人健康 这是我们医疗的目标 守护生命 守护健康 守护爱